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见到百星红蝶了 现在小哈已经93星了 调香前锋调酒双调杂技 这阵容你要让我分析 我觉得这阵容打红蝶上限很高 上限很高 调酒时调香之牵制 都是有可能能吃多刀的 前锋这边打架 而且这个前锋的话是非伦家薄命 杂技的牵制都不错 就是你从操作成品上来讲 真的这个阵容操作起来的上限是极高 上来第一个点追的是调酒时飞过来 第一刀这给追上了 但这刀追上 我感觉这口酒应该是能回得上 因为红蝶这边的闪现没有好 等他闪现好了 这口酒也回上了 毕竟调酒之线的手里面对吧 加速酒也有 我们看他带了什么天赋 带的估计是个飞轮 飞轮这边 哎这波没飞好 那没机会了 这口酒回上了 这刀呢 说实话红蝶也是就 哎完了 这波有一说一 这个闪现没闪过去 对于红蝶来讲 不过这波飞飞的漂亮 这波飞的时机抓的到位 但是调小酒时的话 刚才是卡着板子 调理品酒出来的 现在看一下 调酒时手里面 应该还有个飞轮 哎飞轮 好 但是身位上面来讲 够不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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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飞轮呢 只是短暂的拉开了这波距离 没有能够让他进到一个交互点 但凡能进一个交互点 估计都回上了 但这个牵制其实对于群人来讲 已经是接近三台 不过超过三台了 超过三台了 剩下了啊 前锋这边最好不要那么早救 这个感觉救人稍微早了一点 这里的话对于身位 哎 哎飞轮躲 哎哟我去 那你前锋没有大心脏是暴露了 这边撞一波 要来保一手调酒时 要再补一波撞吗 似乎还想再补一波 调酒时这边没有飞轮的 前锋火箭 头锤 还想来 没了吧 这博命快结束了 调酒时现在 其实博命刚结束 调酒时这边如果说也倒地的话呢 前锋这波宝不转 不转 亏不亏嘛 其实也还好 毕竟是已经拖到博命结束了 对吧 只是呢 没拖多久 我们来算一下 这边的话杂技的机子80多 哎可以啊 这里 这台机子 如果能修完 其实我们看一下 调食这边去摸 前锋把前锋摸起来 前锋应该是要过来打架的 然后调香师再去回头 哎 这边放碟 人捞下来 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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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到 那算了 那算了 红蝶这边他五秒钟传送 挂上人以后传送前锋这把一面 传送前锋一面 为什么这前锋没有打心脏 那边是遗产机 直接传送 前锋拉球 进交互点 40多秒才有飞轮 隔窗刀有没有 没有 没有的话 前锋这边关键判不一定能拉得开 宝瓶别旧 外面需要新起台机子吗 红蝶在开密码机 其实现在的话呢 如果说啊 这边回头管密码机 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拖出一个新的传送 因为毕竟前锋确实是一个 呃 就是没有 没有大心脏的一个点 但是你针对他这个点 外面还是有两个活人的 而且你手里没有传送的话呢 万一杂技 比如找个地方压着 然后调这边贴门 红蝶管不了门 这个局不是特别好赢 还是拖一个传送 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前锋没上过挂嘛 对不对 然后这边看球者的一个位置 怎么安排 让杂技去贴门 杂技点门慢 不过杂技 相对来讲牵制力会比 平常是强一点 这边的话赶过去 应该排手大防什么的吧 不排 直接追 呃 追完以后再传回来 可能是想要通过手这边的门 打出自己的传送 然后再打下一波 那就看杂技这边能不能扛得住了 13秒的传送 前锋这边翻道具 强尸这边的话绕边线 红蝶这里有可能传了 我觉得他可能会传 穷者并没有点这边的门啊 来看一下 红蝶往里排 往里排 跟开了挂一样 直勾勾的找到了这边的调尸 找到了 找到了呢 调尸这边有个什么不好的点呢 就是调尸是他的一个方向 是往杂技这个方向去的 调尸如果往里拉呢 会好一点 因为这样的话呢 前锋就有可能把这个杂技给救下来 最终不能是个四抓了 这边再排二名 排到了 看到前锋了 直接喘 前锋这边放香水 有飞轮 这波香水 浇的意义不是特别大 飞轮浇掉 好 压桌 等点位 等杂技飞都可以 我就站这边 半血 前锋 nice 打得漂亮 打得漂亮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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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